疫情解封后 西门町复苏 人潮快速回流 也让特有的黄金柱 再度崛起 视频手机壳 雨伞最为大宗 不过光这一面柱子 租金两万起跳 是基本 像是临近捷运站出口的 汉中街成都路 峨眉街 一面柱子月租六万 等于一根柱子就有十二万 而远一点的 西宁南路昆明街 柱子也不便宜 一面月租四万起 景气回温 黄金柱越靠近捷运站 越抢手 最高租金来到十万元 那这样子的物件呢 事实上现在有电商的市场 来去做瓜分 这样子的成本经营 可能都要去考量 所谓的租金的上限 那如果说这类的这个柱子 它出租的情况上 可能也没有办法 像过去动辄来到十几万 今年1月 在西门町的流量达到四百二十万人次 去年下半年 西门站进出人次更达到两千四百三十六万 租金也随着人潮水涨船高 有人潮可是并没有买去 对 就是差满多 因为去年是疫情的关系嘛 今年好像没有想象中 没有跟去年落差还蛮大的 探犯感叹 人潮来了 前潮却没进来 但西门町早在疫情前 就曾被封为 全台最多人潮商区 最多前潮商圈 店家密度最高 最昂贵店面 等西门町之最封号 尽管前潮不如以往 但人优于其他商圈 只盼人潮能带动满气 有信心回到过往的定顺时期 三菱新闻 郭元松 山云 台北仓报道